乐野牛排在烤炉上滋滋作响 高雄国宾饭店旗下的A-Cart牛排馆 曾经获得米其林一新评价 除了住宿获得肯定美食料理也闻名 不过高雄国宾饭店1月31号正式结束营业 官网上正式跟顾客告别宣布启动改建计划 五星级的高雄国宾饭店显眼的红色建筑 在爱河畔相当显眼 还是周边地标之一 高雄国宾1981年开幕 走过41个年头 2023年1月正式垂席灯号 预计明年原地重建成饭店 还有饭店是豪宅 国宾饭店是高雄指标性饭店 许多名人也指定办活动还有宴客 艺人正敬一和康康在去年8月 充满怀旧华丽气氛的二楼国际厅举办歌厅秀 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2018年户外就职典礼后也选在国宾饭店二楼宴客厅举行茶会 厂在最后一天入住饭店 超过40年的满满回忆 访客用实际行动跟饭店告别 净新闻蔡玉如李一清黄玄玄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净新闻APP一手掌握 新闻时事敬盛敬美 静好新闻